眼看10月份武器禁运协议即将到期 美国又一次对伊朗出手 伊朗是怎么巧妙应对的 请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 作为举世为名的头号嚼势棍 美国人从来没有放弃利用中东国家为自己赚钱的机会 不过伊朗一直不配合 因此也被打压的最惨 近日援引环球网消息 美国又一次对伊朗出手 不过这回启动的不是战机或航母 而是试图将伊朗购买军火的机会彻底扼杀 根据协议 原本今年10月份 针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协议就要失效 也就是说 10月以后伊朗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购买其他国家的军火了 届时有了强大的新武器的加持 伊朗军人们在面对美军时就能再添一份底气 但美国显然不愿这一幕真的发生 根据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甚至亲自下场 试图推动联合国安领会通过新决议 延长禁运协议 蓬佩奥表示 假如没有禁运 伊朗完全可能购买俄罗斯的苏30或中国的监视战斗机 这对亚洲和欧洲都有可能造成安全威胁 美国绝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为了证明这一点 他还发推特再次强调了 这两款战机都拥有很强的杀生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地形上看 伊朗大部分国土位于高原上 南面又是波斯湾 因此对于战机严苛地形下的飞行能力 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但偏偏 监视和苏30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战机驾驶起来都比较轻便 特别是歼10还拥有全天候超音速飞行等功能 非常适合在高原和丘陵地带飞行 不过伊朗人似乎已经非常熟悉美国的套路 早就准备好了下招反江一军 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 6月25号 伊朗国防部正式向空军交付了三架自主研发的科萨尔战斗机 在仪式上 伊朗国防部长哈达米表示 在与本土科技公司的合作下 伊朗还将生产越来越多的先进的航空设备 同时 本次交付仪式也在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 那就是美国人必须明白 他们的制裁已经起了反效果 伊朗的国防工业正在起飞 有趣的是 罗罗斯外长近期还向联合国递交了一封信 清晰重生的立场 罗罗斯并没有任何客观理由 去支持美国延长武器禁运 事实上 关于这项决议 罗斯和我国都是拥有一票捧绝权的 美国人的执行妄想 估计很难得逞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